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武汉的各大银行、医院、超市、现金流通 是否会成为病毒传播的途径呢? 2月25号,中兴社记者实地探访了负责武汉地区 现今押韵处理的武汉楚天微报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武昌基地 楚天微报公司总经理助理曾荣介绍说 疫情期间受人流管控影响 人民币流通量大大减少 其公司每天现今清分清点量 已从往常的3亿元人民币下降至2到3千万元 其中大部分现今来自于自动存取款机、医院和超市 这些现今从入库开始就要经历消毒和隔离处理 据介绍 据介绍,现今押韵车将现今运回来后就开始进行外观的第一次消毒 然后存放金库24小时 根据各大银行要求 有需要清分清点的现今将被运到三楼清分中心集中清分 此时也有严格的消毒环节 据清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正在将成捆的现今进行清分清点 遇到个别残损壁或假壁还要进行剔除 然后再进行重新捆扎进入消毒柜消毒 自动产生臭氧 我们一般的话 这批现今的话一般的消毒时间是在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它的这个重点的消毒工作 曾荣介绍说最后一道消毒关是速封 这一过程中瞬间高温会达到140摄氏度左右 成捆的现钞在热熔炉中待6至7秒钟即可达到杀菌效果 速封完成后工作人员在上面贴上已消毒标签 然后存放至金库14天再根据银行指令流入到社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